能够让他跟你的生命当中 去产生一些连结 评诺来一高中每年都会鼓励学生 参与全国高中阅读新的写作赛 今年宋审十三件有八件入选 更有三位学生取得特优最高殊荣 他们分别读了 如果可以简单谁想要复杂 关于白色恐怖的一个人孤独行走 以及叙述精神病患者的拯救一生的平淡之爱 学生表示透过反思也得到不少收获 可能你要学老人家的那个语气 或者是这篇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要想办法的去诠释 所以就看到这本书就觉得 把它套用在里面 如果足以朗读可以那么简单 谁想要复杂 至少他勇敢把恐怖里面的内容写出来 然后让我了解更多 就是从在学校从历史上学到 白色恐怖的内容 然后再看他学下的尸体经验 然后让我更了解白色恐怖 人怎么对待精神疾病的人 他的那个关系 很重要 所以我就会去想如果 在现实中 我们遇到这些人 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 阅读是取得知识 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 而写作是学生发挥创意 表现自己的平台 因此虽然推动阅读心得写作不容易 老师们仍然陪伴鼓励 可以让我们更着力到 让学生第一个阅读好书 第二个去发掘内在生命当中 需要去思索的这个部分 如果他今天有阅读的习惯 而且他也有表达自己的一个方法的话 我觉得他会在读书方面有一个成就感 这个成就感就可以扩散到做其他事情方面 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 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 他其实先得到第一步成就感之后 我觉得他们就会在学习上有热忱 然后会认为说自己也可以 然后甚至可以更好 指导老师认为 部落孩子思想天马行空 情感丰富 需要的只是陪伴和肯定 这次成果 希望成为他们能带着走的能力 原始新闻巴朗 评论来意 长不道